他在国中的校门口 整地在通往 这些谈的交通主要道路 所以因为在担门口 太过这紧差路 上下个时间 家庭这送是真不方便 校长任家如 正前了后 也这期政策改善 在医官社民母的协助之下 来先保护广府岗部署 最近也已经开始等级 广州任民情也清新 整级会下 希望在广府这期 配合改建的工程了后 未来家庭和苏生 出席校门 将会兼顾并安 市立国中的校门 最近在南保管政府和市立公司 经费配合之下 已经开始进行修建工程 其中对它拆掉 完喻的金融设计 校门口也将退后中间 那家长还有社区的民众 一直在讲说 可以校门这样 稍微退一步 那结果我们有带着家长会长 会长 家长会长带着我们一起去 跟乡长请命 那阿伦乡长 真的 他也真的苦民所苦 他就想说 我想他那边应该有接到一些讯息 他就说爱爱爱 我们要牵手 终于就可以成行了 其中 校门也牵手管护 协助后来核心 报道路面的改善 为主管长任民情 在接到计官社民模丁情侯 也专港前来会很了解 让校门和家庭 都清新感受到管长任民情 认真亲民的一面 谢谢 今天跟我们学议员 一起来废同 跟家长会 与其国中的家长会 一同来非常勘察 它确实有必要 那么在另外这个部分 除了通学部到1200万之外 我们县政府在另外配合 将近大概50几万的经费 能够把这个学校 整个校区做得非常完整完美 让这些学生进出学校 在交通安全上会比较安全 他们如果人家在办学 其他的环境或建设各方面 政府确实有这个责任 那么今天县长特地到渝市国当来 相信这个整个改善之后 他们的校园 一定比以前更加美观 他在国中的校园 就由于在唐翁一块钱的 第21号交通要度 因为门口太过接近车路 对那学生学校时 家长这么爽不方便 要常常发行车路 现在当今形改建 首先家长都很记得 校园口的转身礼貌 记得今次参考不出 感谢大家